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这些不过就是开胃菜 无脸这个人 您保不住 夫人 黄继绣装的黄掌柜到了 参见国公夫人 国公夫人万福健安 夫人 今日可是身体不适 坐吧 夫人 这就是黄继绣装的怀金绣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咱们怀州府皇继绣装的绣样 这个刺绣手艺 似乎以前见过 那个瘸腿的算命先生来闹过一场之后 我不是让你去找一些绣样回来 你已经把这个拿给我看过了 是 妾身第一次来国公府请示时 穿的也是怀金绣 是因为你一早就想好了 要把这黄继推到我面前 咱们怀州府各个绣装都大同小异 只有这怀金绣不同 且深思心喜欢 反而你的龟中密友令如兰 他却喜欢燕雨绣 吴先生终于记起我了 徐大娘子 孟晚 这些年来 国公府进进出出这么多人 你是唯一一个能让我看得上眼的 有些时候我并未当你是下人 我甚至当你是朋友 而你 这几个月以来 居然把我骗得团团转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夫人 自七年前 如兰生死那一日起 我们便不可能是朋友 夫人 夫人让我想自己的后果之前 不如先想想自己的退路 你什么意思 夫人可想过 为何无连走私案一曝光 这娄相公就这么巧 出现在了我们怀州府 都是你安排的 既然您已知晓我的身份和目的 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这些不过就是开胃菜 无脸这个人 您保不住 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以就地诛杀你 夫人当真以为 凭我孟晚一己之力 便能走到今日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些年 无脸身上背负的人命太多 烟雨绣楼里的女子 有在冰冷净水中溺亡的 有吞绣花针扎肠破肚的 有在闺房里挂起三尺白铃的 还有小铲是血崩而亡的 可她至今还能逍遥法外 那便少不了您的庇佑 所以您可知您这双 精尊玉贵的双手上 沾满了多少 无辜女子的鲜血吗 就算这些全部都是 无怜犯的罪 那也是她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 您并非罪魁祸首 所以我也从未加害于您 所以我也至今还在 请求请求您为自己想一想 走私案 监污案 如今晚城惶晃 楼相公也已经盯上无恋 倘若您真是个聪明人 最应该做的 不是朱杀我来保无恋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先自保 夫人 这本就是一场赌注 只是看夫人想把自己的柱 压在我身上 还是无怜身上 你别以为我对你好 你就可以漠视一切 妾身感恩夫人上事 明便是非 妾身也从未害过夫人 今日一字一句 皆是肺腑之言 就看夫人 幸与不幸 孟晚 我国公府以后 不许你再踏入半步 滚 这些十日 承蒙夫人照抚 孟晚在此 谢光 滚 阿宗 老大宏 好 不许你 老大宏 老大宣 老大宣